戈尔的2022过得胆战心惊 苹果砍单1000万AirPods订单 Mita 变尔出货量预计下调40% 两次传言让戈尔都尝到了跌停的滋味 一次大跌7% 一次大跌10% 昨晚 戈尔股份又做时意时锤利空 AirPods不良率造假了三年之久 被苹果暂停AirPods生产网传 戈尔良率造假 董事长赴京请罪 曾经千亿市值的戈尔 有房间传闻其AirPods不良率造假了三年之久 踩到了苹果的红线 董事长目前已经去赴京请罪 其实前几天卖方就有再说 力讯会拿到80%的AirPods订单 戈尔为方的耳机工厂也在裁员 戈尔突发利空 说是晚上发公告 一 传言 苹果ECN发现戈尔AirPods不良率造假三年 戈尔正在挽回 但这是踩到苹果红线 目前看到是 TWS单独给力讯 Component给AAC瑞生科技 二 产业链求证 PCN违规 罚款十几亿 戈尔董事长去美国了 具体份额分配还不确定 AAC的董事长潘也带队去美国了 三 前几天天风已经在传 力讯会拿到80%的AirPods订单 抖音有人在说 戈尔为方耳机工厂裁员 裁掉了大部分临时工 四 产业人士解读 大部分代工厂都有偷摸干类似的事 苹果杀鸡景猴 提升良率 到了晚上 戈尔官方直接承认暂停订单 近日收到境外某大客户的通知 暂停生产其一款智能升学整机产品 目前与该客户的其他产品项目合作 仍在正常开展 本次业务变动预计影响2022年度营业收入 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 约占公司2021年度精审计营业收入的4.2% 大白话解释就是实锤了 其实按照产业界的说法 大部分代工厂都有脱摸干类似的事 苹果这算是杀鸡景猴了 11月8日 戈尔股份公告 公司近日收到境外某大客户的通知 暂停生产其一款智能升学整机产品 目前与该客户的其他产品项目合作 仍在正常开展 本次业务变动 预计影响2022年度营业收入 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 约占公司2021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2% 该事项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仍在评估中 截至8日收盘 个儿股份跌3.8% 保23.02元 成交额33.3亿元 戈尔股份第三季度报告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 戈尔股份营收约305.49亿元 同比增长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7.61亿元 同比增长9.98% 基本美股收益0.53元股 利空不断 财源 赋经请罪能否挽回 不过在步入2022年后 就有市场传闻称 戈尔代工的苹果耳机 因良率不高 短期订单被调整 2022年3月29日 有市场消息称 苹果对AirPods耳机砍单 当日 戈尔股份盘中触及跌停 还有消息人士表示 戈尔股份被踢出 苹果供应链后 耳机订单都给了力讯精密 另据才联社报道 负责戈尔股份招聘的 第三方机构相关人士 对记者透露 据其了解 戈尔对部分小时工和临时工进行了裁员 近期不再招聘 但正式工仍在招聘 不过月薪有所下调 上述消息人士表示 目前戈尔股份董事长江斌 正在美国苹果总部商谈订单一事 10.28 戈尔三季度财报 和全年业绩指引发放之后的第二天 戈尔迎来了13%的大跌 原因是 参考中报 三季度报 实际业绩业绩指引下线的规律 在对照戈尔全年业绩指引 留给四季度的净利润只有不到三亿元了 也难怪股民大喊天雷滚滚 当我们把视线放到全年 发现戈尔今年爆了不少次雷妖 今年三月份 市场传言 苹果砍了一千万个AirPods订单 传言一出 戈尔股份盘中触及跌停 大跌7% 文态科技跌超6% 力讯精密跌超5% 二 今年六月份 天峰国际分析师郭明基发文称 预测2022年MitaV2出货量下调40% 此消息一出 戈尔股份股价开盘后不久 便遭遇大规模抛售 从而导致股价暴跌 截至当天收盘 大跌10.1%至跌停 由此可见 戈尔股份并没有稳稳 磅上苹果MEDA的大腿 只要大客户砍单 戈尔就会被锤 在如今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 草木皆兵 戈尔股份可谓是如铝箔冰